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花灯笼 我们热烈的掌声 哇 大家有发现吗 取着龙珠的呢居然是小小朋友 太可爱了 这位小朋友呢 可以说是我们苗栗神龙馆的小小首席 神龙馆的龙队 先来到我们舞台前 我们苗栗神龙说的我们苗栗神龙来赤上最深的敬意 小龙参拜 龙牌舞剧祝大家都有龙马精神 左线一边 右线一边 右线一边 浩荡上台 来 接着表演 表演 我们这一个呢 这一踢是舞杖 是的 金龙造福步步高 金龙县锐创威华 我们客家的龙大多数呢都是金色的龙 而大家可以来仔细地观察一下每一位龙呢 他们的颜色都不同 分别呢代表着金木水火土 或者用五行的方式 古董师傅呢都非常的用心 好 我们的A17也在进场表演了 我们在表演的同时 我来向各位介绍 我们这一个所谓五行的翔龙的变别 我们主要是看这一个它本身整条龙的颜色 我们有金 木 水 火 土 这一条龙是金色的或黄色的 我们是归类到这一个金龙 金龙是代表国太平安 国富盈乐 国富盈乐 现在在我们这个A17也是属于金龙 我们前面有看到有红色的 它是属于火龙 金木水火土的火 这一个火龙呢也就是代表我们的做生意的做亲业的 能够感应新生新金像龙 而且呢这个龙的颜色 也会考虑到他们的窗头的一个风水跟地理的位置 来相互的配合 而龙生的结束呢也大大的有学问 大家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一位相互 它是有总共有集结的这个结身 因为呢通常呢都是单数 单数为吉祥的这个结束 分别呢代表着天地日月星辰风电风雨雷电水火山川干露万物城墙 而这座龙生的布料呢必须要一步到底 中间呢不能红街或裁剪 否则呢就是不好的影响 刚才呢跟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金龙跟火龙 那接下来用各位介绍的就是绿色的青色的 是我们说的属木金木水火土的木 就代表了欣欣向龙大地生平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龙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龙 也就是五行里面属于木的 再来我们在海线会看到比较多的 是属于这一种水龙 叫做海龙 有东海龙王 西海龙王 南海龙王 北海龙王 那水龙呢本来是属于黑色 但是我们呢这个习俗正月办银龙都是在晚上 所以呢在晚上用黑色的龙会看不太清楚 而且我们装了花灯 这个花灯呢也扣不住这个关来 所以呢我们会用水色 也就是淡然色 来做它的水型的代表 五行里面属水 好 好 碰手准备 左肩预备 右肩预备 上台 来 开包前 开包 开包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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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